南投荷槐山的招牌景点 吴岭亭是游客到访的打卡热点 但是在23号傍晚6点多 却有名单车骑士做出了脱续行为 不但是脱光上衣 还光脚爬上了吴岭亭的屋檐 做出了动感超人的姿势拍照 临谱的行径全部都被监视录影器拍了下来 而另外在台中有十多名年轻人 大半夜的聚集在中央公园 把马路当成了赛车场 危险竞速 都已经大半夜两点多了 十多人聚集在台中中央公园的起航路 把马路当作赛车场 这辆机车疑似全都没带安全帽 同时间同意方向往前加速竞标 有人一度翘起前轮 有人趴低冲刺 更有人离谱到几乎是躺平骑车 围观民众边录影边欢呼 改装的排气管一路发出巨大刺耳声量 朝着附近居民部的安宁 就当警方扑报到场时 这群人已经鸟寿散 不过还是有查到四辆机车 涉嫌改装排气管 警方除了依法开单 也将通报环保局 后续也将调阅监视器 以公共危险追查影片中的飙车骑士 开罚三到九万罚单 另外在南投武岭的招牌地标武岭亭 这名单车骑士 一开始把自行车扛起来拍照 不过接下来一个转身鞋子袜子 还有车衣统统脱掉 徒手爬上武岭亭 踩着屋檐 做出动感超人的姿势拍照 脱续行径也让网友看傻眼 你如果摔下来 也要浪费国家的资源 叫救护车上去站 还满像猴子在攀爬的 但是还满危险的 破坏公众物品与设施之行事 但车骑士行为涉及破坏公众物品 贷款处也将依国家公园法开罚三千 呼吁游客错误行为 可别挽过头 谢谢唐南投 这么不懂